第169章 旅行时假如没有找到比自己更好或相等的伴侣 那倒不如自个单独行走 也不要跟愚人作伴 你看佛陀叫你要选择朋友 是有多么的重要 解释一下 比如说你要去外面旅行 旅行的时候假如没有找到比自己更好 或者是相等的伴侣 至少水平要跟你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你今天 出外旅行你选择的伴侣是很高的 水平很高的 很有修养很有邪务很有修行的 那么就会一直提升你内在里面的境界 因为他讲的 法或者讲的话 对你很受用 一辈子受用 那所以旅行的时候 假如没有找到比自己更好 或相等的伴侣 那倒不如自己一个人 单独行走 也不要跟愚人作伴 也不要跟愚痴的人作伴 这个愚痴的人是非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所以有哲学家讲 连于智者下受鞭杖 也不愿被愚痴的人赞叹 这句话讲的跟佛一样 再解释一下 连合于智者之下 有大智慧的人之下 我愿意受鞭杖 鞭杖就是一个阁 左边一个阁 右边一个方便的鞭 鞭杖就是一个木 在一个方杖的杖 鞭杖 鞭杖就是打了 连于智者下受鞭杖 我联合在大智慧的人的坐下 受到鞭杖 鞭杖 也不愿意被愚痴的人赞叹 那个愚痴的人赞叹 有时候会害了我们 你还以为你真的有那样的能耐 再来 连于智者同哭 不愿意愚痴同笑 灵验跟有智慧的人一起哭泣 跟有智慧的人哭泣 一样拥有真理 拥有真理 那 有一次啊 我讲了一句话 结果一个在家句子 他听不懂 在家句子听不懂 我说 如果 你是明心见性的圣人 人 人生面对悲惨和凄凉 也是一种美 简单讲 大悟见性的人 凄凉 也是一种美 因为他二六十中 世界全部都是美 我告诉你 人类要春观百花开 就会心花怒发 人类众生 他就会去踏青 可是在万物凋零的时候 他就会显得 失气的朝气 失气的蓬勃 可是在大悟的圣人 就不是这样 大悟的圣人 见到冬天 香色寒冷 就知道万法 都是败坏之香 冬天有冬天的真理 所以 凄凉 对大悟见性的人来讲 凄凉也是一种美 可是 没有大悟的人 就不懂得欣赏 他就不懂得欣赏 他一定要看到 百花怒放 开满了山坡 可是 了解真理的人 就不是这样 了解真理的人 不管春夏秋冬 他都拥有真理 因此凄凉也是一种美 心境功夫到家的时候 全世界宇宙没有一样事情 是不美的 不美的 好 再来 所以 这一句话再念一遍 旅行时 假如没找到比自己更好或相等的伴侣 那倒不如自个儿单独行走 也不要跟愚人作伴 170句 朋友的禅语 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同样的道理 敌人的侮辱 有时候也能矫正你的错误 170句 朋友的禅语 啊 禅语 你们会写嘛 啊 禅 啊 就像左边呢 一个岩部 右边一个下线的线啊 啊 的这个陷阱的线呢 的右边啊 啊 禅语 这禅语呢 就是不是事实的好听话 就是拍马屁的话 啊 恶以奉承的意思 朋友的禅语 就是恶以奉承的 不实事 不是事实的好听话 拍马屁的人 这个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因为赞叹的实在是不实在 啊 你这个人怎么样好啊 啊 你这怎么怎么怎么了不起 啊 他就对方就没有这种优点啊 你那个赞叹呢 不对称 所以这个赞叹一个人 要有真实 不可以 过度 膨胀 啊 或者是过度的赞叹 这样不好 所以赞叹一个人 必须要恰到好处 而且那个是事实 给对方一个勉励 啊 有的佛弟子啊 学佛学到一半 啊 人家说学习功德 称赞如来 他就称赞一切众生 这众生 也没有那么大的优点 他就一直赞叹 一直赞叹 啊 赞叹到最后 对方 挡不住了 动不掉啊 所以这个就不好的 这朋友的残疑 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同样的道理 啊 敌人的侮辱 有时候也能矫正你的错误 啊 因为敌人最先看到你的缺点 所以佛徒告诉我们 我们要感谢你的敌人 就是每天跟你做对的 那个你要感谢他 现在大家都想做好人 很少人要做坏人 所以每天呢 跟你过意不去的 我就是要找你麻烦 我这是要跟你过意不去 哎 有的人好好的生活不过 跟自己过意不去 为什么 在家里啊 自己越想 就越发怒 也没有人理他哦 也没有人理他哦 但是发神经一样 发神经在家自己想自己生气 自己想自己生气 就跟自己过意不去 啊 再来啊 也跟 别人过意不去 哎 他什么事情 都一直找别人麻烦 就跟自己过意不去 也跟别人过意不去 他就是要过这种日子 那你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这种人 有 叫他就是有 就是有 如果碰到这种人啊 你一定要感恋他的恩啊 他对你是有恩的 因为真上眼有两种 一个是顺的真上眼 一个是逆真上眼 他就是视线逆的真上眼 一天到晚找你麻烦的 跟你过意不去的 这个是明明没有他的事 我们两个在谈 人家他也要插一脚 对不对 不了解人家的来龙去脉 也要做 也不做客观的批评 他就认为你怎样怎样不对 你怎样怎样 他就一定要插一手 所以这个人活得很辛苦啊 很辛苦啊 所以啊 法无定法了 再念一遍 朋友的残疑 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同样的道理 敌人的侮辱 有时候也能矫正你的错误 所以要感恩 感谢你的敌人 第170一句 你应当知道 下面这四种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一 遇到困难时 肯帮助和支持你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二 能通甘共苦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不是酒肉朋友 第三 能使你得到益处的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四 具有爱心和慈悲心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就解释一下 这段有点长啊 现在是佛陀教你如何选择朋友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在选择朋友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了佛的这个理念 那么你选择朋友 就会得心应手 也不会选错朋友 第171句 你们应当知道 下面这四种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一 遇到困难时 肯帮助你和支持你的人 才是真正的朋友 不会说 碰到了困难 大家 我平常讲的很好听 我就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是你的怎么样 我一定要 你不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我听你嘎嘎 就讲的很好听 可是碰到困难呢 没有人帮忙 但是困难也要看情形啊 困难 看到对方有没有这个能力 来帮助你啊 比如说 你碰到困难 你要跟朋友见 麻烦你先借我一百万 阿弥陀佛 我要靠一百万借你 这个困难不是说 是无穷无尽的一种 施舍 要求对方来施舍我 不是的 我们是 能力 人的 对方有没有这个能力 来帮助我们 所以说第一 要遇到困难的时候 肯帮助我们 和支持你的人 不会中间落跑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不是这样的 不要跟他交朋友 你碰到困难 他会安慰你几句啊 那么会不会在旁边呢 鼓励你啊 也不会落井下死 对不对 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说 你去死好了 他想不开 他想不开真的去死的话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嘴巴 就可以帮助很多的众生了 他在失去希望的时候 鼓励他 打个电话 勉励他 支持他 但是这个也看情形 那有的人啊 好手好脚的不去赚钱 像电视报导的一对 姐姐跟弟弟啊 说跑到一个空旷地啊 无论的地方啊 要等死 为什么 善尽了所有的家产 又没有一技之长 姐姐跟弟弟啊 遗书写好了交给他舅舅 请他舅舅来收拾 你看这个多悲哀 好手好脚 好手好脚 不贪钱 整天想要人家处罪 你跟他说 这有悲哀吗 对不对 那你要帮助他 还是不帮助他 所以这个帮助他 还是要用智慧的 用智慧的 别变成养成他的懒惰习惯了 对不对 第二 能同甘共苦的人 而不是酒肉的朋友 才是真正的朋友 能同甘共苦的 不离不弃的 这样的朋友 可以教 第三 能使你得到一心向善 内心解脱的真正受益 才是真正的朋友 再念一遍 第三 能使你得到 你会让你一心想要去做善 行善 向善 而得到内心的解脱的人 这个 才是真正有益处的朋友 所以能使你得到益处的朋友 才是真正的朋友 得到什么益处 一心向善 内心得到解脱 第四 具有爱心和大慈悲心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这个人没有爱心 那你就知道 那你就知道 这个人很残酷的 这个世间需要爱了 而且需要大爱 更需要大慈 大悲 大喜大舍的圣者 那每一个人的心 本来记住 有佛的智慧 有佛的持悲喜舍的心 所以我们要交朋友 你是要具有大爱的心 和大慈悲的心 这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172句 宽容和忍耐的人 将可以得到朋友 得到财产 得到名誉 和长久的安乐 也就是说 人需要宽恕的心态 和忍耐 诸位 宽容 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些人讲啊 犯错是平凡的 犯错是平凡的 原谅 才能超凡 在这个世间 人 只要 他是凡夫 他就一定会犯错 人的一辈子 不可能从出生 长大到死亡 没有一个人 是天生的世家 是自然的弥陀 每一个都是凡夫 所以凡夫 他一定会犯错 尤其是生 口意 哪一个犯的比较严重而已啊 哪一个人没有犯错 没有犯错就是圣人 所以犯错是平凡的 因此你要给众生 一个什么 一个宽容 还有再来就是要忍耐的心 宽容的心态和忍耐的这颗心 你就会得到很多的朋友 所以简单讲就是 不要刻薄 讲话不要太刻薄 或者是人家冒犯你的时候 你一点都没有原谅他的心态 这样不可以的 因为只要是凡夫 就一定会有过去 所以我们了解 每一位圣人 都有他的过去 每一位凡夫 也都有他的未来 人应当用更宽广 宽容的心态 来面对所有的众生 你要要求众生 每一个人都是成圣成显 那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每一位圣人 都一定有他的过去 每一位凡夫 也一定有他的未来 人应当用更宽广的人生的角度 来看待每一个众生 这个就是宽容和忍耐的人 这样可以得到朋友 也可以得到财富 因为你的外缘越来越好 也得到名誉和长久的安乐 所以我们了解佛陀在经典里面讲 忍辱多福 忍辱多福 一个人有忍辱的人 他的福报就越来 看起来好像傻傻的 被人家欺负 可是他这个忍辱是功夫的 这越来就越多人支持他 你一个人每天批判别人 我告诉你 你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 你今天会批判别人 哪一天人家 你就会批判别人 你今天会批判假 明天你会批判疑 有一天我跟你做朋友 你也会批判我 一个人反目成仇 怒目相似的时候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忍辱的人多福 记得禁止及交不出恶言 今天我们两个 大家心情好的时候做一个朋友 人不犯我我不犯你 就算有一天 我们的好朋友 离我们而远去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或者只有里面两个知道原因 或者是不需要去探讨原因 就自自然然的 分开了 记得师父的话 均止结交不出恶言 两个人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但是记得要守住自己的口业 万事他得逞一整 朋友走了 你今天在背后 你一直把他讲得很难听 一文不止 告诉你 你的人格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人家有智慧的 记得不要把众生当傻瓜 人家活在你的四周围 自然会感受到你的慈悲 你的身口里有没有清净 人家会感受那种氛围的 人家跟你平利不一样的时候 人家也不会去伤害你 人家会默默默默默的 一直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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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座诸位 当你的好亲朋好友 一个一个离开你的时候 你就要冷静自我检讨 坏 为什么 如果你还一直说 龙马把人不对 我没什么不对 要走走一走啊 这一句又讲错话了 所以啊 朋友是长远的 他不是一时一刻的 你要 你要 朋友之间走得很长远的路 双方面都要克制一下你的情绪 所以万事得成一人啊 交朋友也是一样 你要想要拥有财产也是一样 拥有人意 容易 名义也是一样 要长久的安乐 没有容忍 宽恕忍耐的心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佛在 今天里面讲 忍入 接近第一地 哎呀 讲得真是好哦 我们 我们如果对第一地啊 还不能够 深刻的体会 那就佛这句话 就好好的体会 忍入 接近第一地 意思就是说 你第一地 虽然没有办法 能所双亡 但是你真的很能忍 扣不出二眼 态度柔软 那这个人不得了 等于接近第一地了 等于接近开悟的圣人 第二十六小段 财富 第一百七十三句 一笨的人说 我有儿子 我有财产 这是有烦恼的 因为他自己尚且不真正属于他的 何况他的儿子或财产呢 第一百七十三句 第二十六小段 讲财富 所以一次的人 一笨的人 就说 哎呀 这是我的儿子 我有多少的儿子 我有多少的财产 佛陀说 这是有烦恼的 有的东西他就会败坏 啊 因为他自己 的无因生 尚且不能真正属于他的 一切法 无我嘛 啊 这个射受想行事 构成了这个射身 尚且不属于他自己的 何况他的儿子 或者是财产 因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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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了解在座诸位 你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 你的钱财 你是要握住 到死亡 还不肯施舍出去 变成一种恶业 因为你有钱吗 你有能力吗 还是要你今天你能够掌握 我有钱 我经济不错 我一定要在往生前 把我的金钱做一个安排 财产做一个安排 为什么 我做我的功德啊 不能等到儿子啊 儿子会不会替我们做功德 就算儿子替我们做功德 七分我们才得一分啊 还要做对的功德啊 不是做错的 所以啊 这句告诉我们 一切法本来就 不是属于谁的 这个只是因延生的东西 钱在你那边 暂时你用一下 钱在我们这边 暂时我用一下 说 我们的这个世间 世间为我所用 非我所有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只有十用钱 没有所有钱 那么观念很正确的时候 我们就会了解说 我有很多的儿子 这是一次的观念 我有很多很多的财产 这个也是一次的观念 因为这些都是会败坏的 记得 钱只能用到你离命中 你记得师父的话 你认为这句话很平常 不这句话 含义很深 钱只能用到你离命中 等到你眼睛一闭上 你还发现 我还有几千万 还有那么多 还有那么多栋的房子 还没布施 那你这辈子的业 那你这辈子的业 就没有做到很多的善业了 来不及布施了 第174世纪 拥有很多财产 大量的黄金和食物 而且只贪图自己施耻的享受 是导致堕落的一大因素 第174世纪 你拥有很多很多的财产 大量的黄金和食物 而且只贪图自己奢侈的享受 什么都是为你个人 为你自己一个人 我好就好 管别人去死啊 这个就是导致堕落的一大因素 所以你开悟见性不一样啊 大悟的人我就是你啊 你好好的吃饱 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 你快乐我也很快乐 为什么 万法平等嘛 我你他都平等嘛 所以大悟的人的心情是 我就是你嘛 我伤害你等于伤害我自己的清净心 你就是我嘛 为什么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从四大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色身都是地水火风构成的 你们也是啊 所以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啊 平等啊 再来 那么 我们每一个人人人都有佛性啊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 所以我就是你你就是他 他就是我啊 你我他其实就是平等啊 所以站在四大的假和的角度来讲 我你他都是平等 站在佛性的角度来讲 我你他还是平等 站在空性的角度来讲 我你他还是平等 站在死亡的角度来讲 死亡是最公平的判官 躺下去通通平等 死亡就是最公正的审判官 躺下去 皇宫贵族剩下一堆白骨 乞丐剩下一堆白骨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死亡是最平等的审判官 所以你就慢慢体会到 佛性说假的平等 处处可以发现的 人一出生就是平等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力去伤害别人 或者是看不起别人 对不对 站在无常的角度 万法都是败坏之相 平等 站在言情的角度 诸法空无自信 平等 站在世大的角度 大家都是地水火轰的角度 也是平等 站在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平等 只是因为业大 每一个人的业力不一样 后天的出生貌相不一样 千差万别 何时究竟平等 为什么 诸法空无自信 体会了这一点 你怎么会去看不起别人 看了有钱的人 要拍马屁 没有钱的人 不屑一顾 诸位 这个也是我们堕落的原因 不了解 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了 所以第174页说 第174季说 拥有很多财产 大量的黄金和食物 而且只贪图自己奢侈的享受 是导致堕落的一大因素 所以在座诸位 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不实 而且 什么是有智慧的人 在对的时间 对的空间 做对的事情 如果你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空间 做对的事情 那没有意义 譬如说放生 你买了很多鱼 诶 做对的事情 可是 时间 跟空间 这个 淡水鱼 你把它放到 海水 放入大家嘛死 做对的事情 可是实境空间不对 就是错 所以 什么是有智慧 在对的时间 在对的空间 做对的事情 这个三种条件 要合合 才是有智慧的人 你175句 财富 会毁灭一笨的人 但不能毁灭 想断除烦恼的人 当一笨的人可爱财富的时候 他不但害了自己 同时也损了别人 解释一下 没有智慧的人 他拥有很多的财富 就一定会毁灭他 会毁灭一笨的人 欧洲 有一个人得到大奖 就是我们现在大乐拓啊 买那个彩券啊 他中了帝特奖 得到了十几亿啊 他怎么样呢 他那些钱得到以后 开始酗酒 开始赌博 彻夜不归 为什么 他太有钱了 他得到了十几亿啊 不晓得怎么花 一辈子都花不完 结果怎么样 酗酒啊 打牌啊 跳三个月 通通没有休息 因为他太高兴了 结果三个月 零一天 突然心脏麻痹 心脏麻痹 倒下去 来不及了 台湾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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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要掉那一堵 他竟然会死 就是掉到那一堵 就是死一堵 所以啊 财富啊 会毁灭一个一次的人 一笨的人 但是不能毁灭 想断除烦恼的人 当一笨的人 可爱财富的时候 他也不但害了自己 同时也损害了别人 变成了无恶不作 你可知道 这个世界呢 为了钱 你看伤害了多少家庭 道德沦丧 无恶不作 为了这个钱 人为财死 人为财死啊 鸟为死亡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 也要懂得知足 用最少的欲望 最少的财富 就可以过 你的人生 幸福快乐的人生 还是在一念之间 第176句 在家人应该 把财产分为四份 一份 供日常使用 两份 作为储蓄或施舍之用 另一份 留作紧急备用 你看啊 佛陀还叫我们 怎么安排金钱啊 安排金钱 在家人 应当把财产分为四份 一份供日常使用 就是说 比如说你赚一万块 比如说你赚一个月赚两万块来讲的话 那么五千块 就是供日常使用啦 佛陀可能不了解 现在的物价太高啦 那可能是农业时代啊 大概可以啦 现在 一睁开眼睛 今天讲的 泡面 占了几成 牛奶又占了多少钱 是不是啊 佛陀当时候可能是 一物一物啦 可能 东西都很便宜啦 现在两千五百年后的 现在台湾这种生活 还是很 很高 物价指数太高了 那么在 在这个在这个 不过在台湾啦 还没有 入榜 最贵的地方 美国的纽约啊 东京啊 东京啊 啊 倫敦啊 首尔啊 法国的巴黎啊 巴黎啊 这个是入榜的 就是 这些城市啊 还有Vancouver 温哥华 温哥华 那多贵你知道吗 一杯咖啡 一百多块 一杯咖啡 在国外啊 台湾 那自己泡 对不对 自己泡 三合一的那一杯 就不要十块钱 二十块钱 可是在国外 就是贵的不得了 那有的人 就是一定要去 喝那种气氛啦 这种气氛 这个不够贵啊 我有一次 去首尔 他说 师父啊 在楼下喝咖啡 我说 好啊 好啊 走啊 走啊 来楼下喝咖啡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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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感觉很贵啊 人要准备走到楼下 走啊 走啊 来走啊 来喝咖啡 楼下酒啊 这很快啊 问说 啊多少的寒币啊 特点咧 一杯咖啡多少呢 五百几块 我整楼下酒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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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一比二十六一比三十啊 手我说 你喝就好 你喝就好 对不对 你们拜的这个师父真的很好 我的 我的这个口袋里面 通通是含币这么多一大碟啊 我换好的 准备好的 就是喝不下去 我实在是真正有够好够有够缺的舒服症啊 或者习惯就是喝不热的就对了 一杯咖啡五百几块 那个怎么喝都喝不下去 我也没有必要喝到这样子了 所以是你到巴黎啊或者到东京啊 对不对 啊 你到东京去的时候有过蛤蟆或者是很冰啊 那个你也吃不下 那个一个包子 我说这个一个包子多少 一个包子 他说两百五十块 这三百块 我问悠基山这 这这个八百五十 他说两百五十块 台票喔 不是立票 立票说八百块 哦 他是在吃安稳 包子再送来 不敢吃 没有办法 所以我去日本啊 就写 只有写一句话 就解决了 啊 就写一句话 每次去问完 啊 我一定一定会跟他讲 乌基山太开了 真贵啊 哈哈哈哈 大小的东西你都买买了 啊 真正 哦 那一次有时候最孝顺了 带着俗马去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喔 就是这给他买俗马 这辈子最贵的衣服 十几万日币喔 日币喔 我也买给他 因为不是我要穿的 因果他自己负责 因为我孝顺你 哦 那个我买不下去 但是施马要穿的 通通买给你 啊 通通买给你 所以我们台湾的物价指数 还不算是全世界最贵的了 尤其是高雄 那来高雄生活就简单了 高雄的物价在台北差不多剩下一半了 剩下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的物价 在高雄是还好啦 还好喔 所以啊 记得在外面 赚钱 那一定要回来高雄花 会合啦 算才会合啊 一份工日常使用 两份作为储蓄 或者是施死之用 两份 为什么要储蓄呢 在座诸位 今天最悲哀的人生就是在台高足 以债养债 这些是最悲哀的人生 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都是压力 为什么有办法 有能力还给人家 所以他的生活 会不健康 这个是佛陀 所最忌讳的 就是你借钱来做水路法会 或者你借钱来养活你今天 而不懂得储蓄 这个就是佛陀 列为没有智慧的人 要债来养债 所以我们一个佛弟子 记得一定要多多少少 有一点储蓄 才有未来 这点我做到了 这点我做到了 佛陀看 要储蓄啊 我确实有储蓄 一点点 一点点 再来 两份作为储蓄 或者施死之用 因为我们佛弟子不是修佛就是修慧嘛 修佛修慧才能成佛嘛 所以你今天 你要来打水路 要想要共佛共法 共生 那你想看 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福报修不到 当然 你也可以用行动来表达 可是你看别人在布施 心里也很难过 我没有钱 我一生都是债 债务的债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看人家的福报啊 那就是诸位 没有福报的人都惨了 有一个工程师 他跟他老婆 一直除夕赚钱 就除夕 除夕 除夕起来 又买一千万的房子 啊 就除夕 到了一千万 除夕有了 这个买下去了 一千万 买了 买了以后 哇 觉得这个 这个房子啊 价值大概一千五百万 这两千万 他们赚到了 赚到了 你知道吗 隔了一年 隔了一年 人家跟他汇报 人家跟他汇报 说你买的这一间啊 是凶宅 凶宅是什么 你敢不知 就是里面有 上吊死人的 或是谋杀的 这不得了了 他去找仲介 人家不退还给他 要找那个卖屋的 那个卖屋的屋主 也不想要跑到哪里去了 人家一卖 搬到国外去了 你先想看 这样有衰吗 家里啊 小孩子常常看到黑的影子 那个小朋友啊 无缘无故 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那你想想看 没有福报就是这样子 除息了一千万 却买到了凶宅 另一份呢 就留作紧急来备用 底下第一百七十七句 说一个人用钱应该合理 并且跟他的收入成比例 不可以过度浪费 不可以过度浪费 也不可以吝啬 更不可以处心俱虑的贪图他人的财富 也不可以挥霍 你看哦 佛陀真的是大圣人 他连这个细节都给你想到了 来告诉佛的弟子 因他如何运用金钱 第一百七十七句 说一个人用钱应该合理啊 并且跟他的收入成比例啊 只入不出的人 这个人就是吝啬 只收入啊 一点都不肯付出 对朋友对家了 哇那个 一毛钱打二十四个节 当然他有他的立场了 不过这个就太吝啬了 一点都不肯 一毛钱都不肯施舍了 所以用钱了 这个就不合理了 收入太多 结果一点都不肯施舍 不可以过度浪费 也不可以吝啬 所以啊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有的人电风扇一开 那边没有人也不关 不关 有的人冷气一开 那边也没有人 冷气也不关 那你看看在座诸位 你的下辈子你哪有钱可以花啊 有的人啊 一放洗澡水一放 结果电话来了去接 洗澡水忘记关了 他就一直溢出来 一直满出来 诸位你要记得 所有的事都是自己的福报 自己的因果 所以在座诸位 电力公司啊 也有这样子的指导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今天 要出国十天 或者是你要远行十天 来把家里所有的插座 当然不要把冰箱拔起来 冰箱插座拔起来 冰箱里面就是有东西会坏掉了 啊 所以说该省的 就要省起来 那么 诸位 省不是为了今生今生 是你下辈子 你才有福报 你才有福报 啊 更不可以处心激励的 贪图他人的财富 他人的财富 是人家流血流汗的 这不关我们的事情 一点都不可以贪婪 也不可以挥霍奢侈 挥霍奢侈 就是说 用的东西 用的实在是太好 好到不像话 你说一个床铺啊 买了一个床铺 说哇 一百多万的 有的人去住旅社的 说住一天呢 三十六万 这样的不好 好 第二十七小段 叫做信心 第一百七十八句 信心 是智慧的根本 能够产生良好的德性 这一句就很重要了 诸位 对佛没信心 对法没信心 对生没信心 他的法身会命 就会断 对自己有信心 那很好 但是太过有信心 变成自负 又不好 这个信心 是建立在真理和智慧之上 这个信心 是智慧的根本 再做诸位 今天我们对佛法身三宝有信心 再做诸位 信为道言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你今天对三宝有信心 不管你在三宝 发生多么不愉快的事情 你一样 活得自在 你也了解 所有的众生 个人个人的习气 个人个人的优缺点 属于个人的行为 无关于真理 那么你就会放得下 看得开 所以信心是智慧的根本 能够产生良好的德性 因此在这里就特别要交代一句话 破坏一个人对三宝的信心 等同杀掉一尊未来佛 这个人对佛法身有信心 那你就要好好的在侧面上 一直鼓励他 一直鼓励他 好好的修行 他一直慢慢的 游潜入身 到最后成道 悟道 或者是爱念佛求生净土 又成就了一尊佛道 主要用这种心态 来面对每一个众生 永远不要去破坏任何一个人 对三宝的信心 这句话 讲出去或者这个行为 机制做出去 会伤害佛法身 这个是千万要绝对禁止的 佛教多一个人 就有多一份力量 主要这句话 虽然是很平淡 索然无味 但是这句话 是很真诚跟贴切的 为了怕自己 要违背因果 所以我们 一定要赞叹佛 赞叹法 赞叹身 对佛法身 三宝要有信心 那么信心 慢慢就会开智慧 就会产生良好的德性 所以因此啊 我们要了解华元经讲 信为道言 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所以信心的建立 是特别的重要 信心要坚若磐石啊 不可动摇 对三宝的信心 要这样子 取人 成道不言 意思就是 一个人 对三宝的信心 坚若磐石 不可动摇 佛陀告诉我们 此人 成道不言 这个人 成就道言 已经不远了 第179句 内心不安定 啊 的人 也不明白 什么 是好的教诲 对真理信念 常常动摇的人 此人 将无法成就 圆满的智慧 还讲得好 讲得好 佛陀说 内心不安定的人 也不明白 什么是好的教诲 一味的排斥 对真理信念 动摇的人 此人 将无法 成就圆满的智慧 那为什么 内心呢 为什么会不安 内心的不安 最主要的 两种 一 对真理 不能深切的体认 所以内心会不安 对空意的思想 不能够弃怒 所以他的内心会不安 对一切法无我的真理 不能够领悟 所以他内心会不安 第二个条件 内心会不安的 就是无量节来夹带的习气 会让他内心不安 两种力量 内心不安定的人 也不明白什么是好的教诲 有的人 他根本不受教诲 他仅信自己 还有信睡觉 那你信什么教啊 我信睡觉 你信什么 有没有信佛法 佛法讲的那一套 因果 我根本不相信有因果 这个就是你教会 这众生 众生也不相信有因果 众生也不相信 有佛法生 所以179句就是 内心不安定的人 也不明白什么是好的教诲 他完全不接受 对真理信念动摇的人 这个人 没有办法成就圆满的智慧 第180句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不为 战欲 和毁谤 所动摇 如同 坚硬的言识 不被封 所动摇 因为 他了悟了一切法 如梦幻泡影 不实在 解释一下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不会被别人 所赞叹 他 就动摇他的心 啊 这个 心啊 心轻啊 快如啊 红毛 如天上的浮云 白云 哇 我这辈子 说人家赞叹 诶 有智慧的人 被人家赞叹 心碌碌不动 被人家毁谤 他的心 还是碌碌不动 如同坚硬的 岩石 不被风 所吹动 所以 协佛的人 又有这样的定力 又有这样的定力 别人赞叹 我们 那我们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优点 那别人毁谤我们 我们 自我检讨 是不是有这样的缺点 如果没有 或者是有 有这样的优点 我们随喜别人的赞叹 这是一种修养 那我们有这样的缺点 别人毁谤我们 正和我们 变成真上缘 所以 有智慧的人 会把一切的 毁谤 跟赞叹 都会变成自己修行 道业的真上缘 善于用心 必成佛道 你一定要用心 要转念 不要别人赞叹我们 我们死业 欣喜若狂 你不要别人说 因为毁谤我们 而我们呢 起懊恼的心 这样不是一个修行人 也不懂得法 啊 赞叹 是患 如梦幻泡淫 毁谤也是如梦幻泡淫 是佛弟子 做对得起 三宝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跟道德 对得起法律 其他就不必管那么多了 啊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不为 战役和毁谤所动摇 如同坚硬的岩石 不被风所吹动 因为了为了一切法 如梦幻泡引固 这个时间没有实在的 第28小段解脱 第181句 除去自私的欲望 便可以治好痛苦 讲得好 佛陀说 失忆太重 是一辈子看医生 也治不好的病 那 再念一遍 第181句 除去自私的欲望 便可以治好痛苦 我们很多痛苦 都是由自己的私欲而来的 那么失忆太重 就不得解脱 所以28小段是讲解脱 第28小段是讲解脱 第181句 是除去自私的欲望 这个自私两个字 就是什么都要为自己好 什么都要霸占 我好就好 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这个就是自私的欲望 如果能够除去自私的欲望 便可以治好一切的痛苦